來看到今天早上這個台股的表現 其實台股是不受到影響的 一開盤是漲了將近超過100點 南韓三號一夜戒嚴又解除 讓台紙棋夜盤一度跳水超過150點 避險情緒余溫推動4號台股開盤後 四大電子全止股臨漲9點10分之前 台積電漲10元來到1065元 黃海漲1.5元來到198元 廣達也漲1.5元連發科維持平盤 但後續漲幅收斂 專家認為後世要觀察南韓政局 是否持續動盪 由於南韓是記憶體生產大國 相關供應鏈接單若被影響 渴望帶動半導體轉單效應 韓股走弱 台股也可能迎來熱錢避險 三號南韓總統尹錫悅頒 頒布戒嚴令之後 台積電ADR也大漲百分之二 當然台股也是不排除成為 資金的一個進駐的方向 暫時看法是維持中性 因為今天面板以及記憶體 甚至台積電股價的一個走勢 並沒有特別的突出大漲 或者是大跌 外資熱錢流向帶觀察 但台股技術面 目前短多走勢不變 在立選城市九里亞千花哨平方玉祥 彩博報導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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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